作者 执行合一特种部队 全场特种作战部队 给人一种强悍而神秘的感觉 历史上第一支近现代特种部队 是二战期间德国创立的伯兰登堡部队 它们主要在敌后执行破坏任务 后来 英国在北非作战中建立了SAS特种空勤团 进行敌后破坏行动 特种部队正式诞生 如今 世界各国都拥有战斗力强悍的特种部队 如美国的三角洲和海报突击队等等 屠著 虎包骑兵CG还原 虽然特种部队一辞在近代才有 但实际上从古代开始 就会从军队中挑选一些精英 作为统帅的专属部队 或大附特殊任务的部队 如三国时期曹操的虎包骑 这支部队对曹操来说 就像宝贝一样 曹操对他严格保密 外界之支甚少 即使在三国之中也期待不多 但我们依然能从史料一线之银片语中 了解虎包骑的超高战斗力 屠著 影视剧中的曹操虎包骑 是一支骑兵部队 影像老虎 豹子一样作战勇猛 不为生死而得名 虎包骑的历来统帅 全部是曹氏家族成员 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曹人 曹洪 曹淳 夏侯敦 夏侯渊 曹真 曹修 夏侯正八人 所以也称八虎骑 虽然很多人质疑虎包骑的真实性 但根据史料的记载和解释 虎包骑不但存在 而且还是曹操手中最厉害的兵种 直到关键时刻才会使用他们 屠著 三国时期的骑兵部队 虎包骑的成员都是百里条一 往往在普通部队的将领 被选戒虎包骑后只是一个小兵 虎包骑直接听命于曹操 战斗力强悍 数量减数千人 当然虎包骑的战斗力不可小觑 在实战中锋芒进险 公元204年 在南皮质战中 双方军队伤亡军不小 此时的曹操想休战 一旦实际在战 这时候 虎包骑同领曹操提出反对意见 认为必须速战速决 曹操坦纳了这一建议 随即对元塔发动猛攻 交战中 元塔被勇猛的虎包骑斩杀 公元207年 为了彻底解决北方之患 曹操决定远政乌环 在这场战役中 虎包骑兵丝毫不弱于北方游牧民族骑兵 在作战中还斩下乌环缠于太盾的首级 在长百坡之战中 虎包骑长途奔袭 直插刘北驻扎之地 打得刘北落荒而逃 这些战力 散建于史料中 刘易一查 方知这只虎包骑的传奇战史 足可见其战斗力很高 途中 虎包骑兵虎包骑 在战时是曹操的王牌精锐 平时则是曹操的守护者 因此 这只骑兵部队对曹操的忠诚度很高 在曹操晚年的时候 逐渐松开了对这只特种部队的掌握 将虎包骑编入了虎卫营 属进军编制 公元220年曹操病逝 曹氏子弟便逝去了对虎包骑兵的掌握权 这只部队渐渐走向陌龙 司马一夺权后 自然不会重用曹操最信任的虎包骑 这只飞鸣鹤鹤的部队也就小声力气了